端午節連假 要變盤了嗎? 別緊張 選對個股讓你再賺一波 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Play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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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空飛翔心底 我是雞翔文明 欸雞翔 雞翔 雞翔端午節連假 你要幹嘛? 我要去划龍舟啊 蛤 太應景了吧 怎麼那麼悠閒啊 你有控膠多運動知不知道 平常我那麼忙 你看看你那個肚子越來越猖狂 你也要多運動了 這不是重點好嗎? 重點是現在很多投資人都擔心節後會變盤啊 欸要怎麼辦啊? 哪有那麼多盤給你變啊 但是台股現在其實已經漲了蠻多一段了 所以說其實大家還是要做好 六月會有震盪的心理準備 蛤 真的嗎? 不要擔心 你只要隨時follow我的群組 在危機時刻我都會幫助你避開風險 好吧 那今天要帶我們看什麼景點呢? 今天我們先飛利旺還有鐘蕾 鐘蕾四月營收優於市場預期耶 除了新興國家頻寬升級的商機加持 還有影音串流用戶持續提升 推升營運成長 反而還給予買進的投資平等 感覺未來會是個潛力股耶 沒有錯 讓我帶你了解一下 這些題材的商機到底在哪裡 第一個地方我們先來看一下3529的力旺 我們可以看到AMD已經公佈了新一代的CPU 那這個CPU將會支援DDR5的規格 我們預期Intel的新CPU也會將會跟進 那麼這個東西它就會加速在2023年以後 DDR5的轉換 過去就是我們在使用DDR4的PMIC 是直接放在主機板上面的 而且是很多的模組共用一顆PMIC 可是DDR5的模組容量 還有它的資料傳輸的速度都非常明顯的提升 而且我們還要關注到 它對於電壓的輸出要求的準確度 是一直在提高 所以現在這個PMIC 是直接放到DDR5的模組上面 預期我們隨著這個DDR5慢慢的普及下去 也會大幅增加DDR5模組上面的PMIC需求 力旺在過去DDR4的PMIC領域 已經有非常高的市占率 預期在這個DDR5 它的需求持續增溫的情況之下 力旺一樣能夠延續這樣子的優勢 那隨著DDR5的滲透率慢慢來提高 PMIC這項產品也會額外貢獻力旺 大約4%的權利金收入 所以股價還有上修的空間 第二個地方我們來看一下 5388的中壘 這張股票我們之前也介紹過 其實在這段行情裡面 它算是非常強勢的 那4月份因為中國這邊封城 那對於整個中壘的營運影響不大 可以透過加班來補足營養產出 我們認為第二季的營收 都估計它還能計增10% 下半年的營運也是足跡向上 那中壘的優勢在於 它的電信職工產品比重高達85% 所以它的訂單週期比較長 而且不容易被取消 那它另外中壘這邊的網通IC 不論是在博通還是高通 或者是聯發科、瑞譽 都有採用 那根據我們這邊通路的調查 現在這邊網通IC的投片量 並沒有下修 所以代表是說網通產品的需求 還是非常的強勁 長線上面受惠於5G FWA的用物 快速成長 那麼Wi-Fi的規格升級 Wi-Fi 7的產品 會在明年開始登場 所以我們預估中壘 在今明兩年 都能夠維持雙位數的成長 現在股價才剛剛佔上季線 值得大家留意哦 自從NCC通過低軌衛星頻埔草案 國內網通族群的商機 就越來越活躍了耶 對啊 接下來我要帶你去更炫炮的地方 就是技嘉還有上銀 技嘉在今年準備推出多款的電競產品 旗下的伺服器事業展望 仍然偏向樂觀耶 而且最近外資還瘋狂買超哦 沒有錯 這些股票都是大家可以留意 低檔卡位的好股票 接下來聽我導覽你就知道 再來我們看一下2376的技嘉 那因為3月份這個俄物戰爭爆發 除了他們兩地的需求極距下滑以外 周圍的歐洲國家當然也會受到影響 那因為技嘉 他的伺服器有出貨給俄羅斯的資料中心 目前公司必須要去遵守政府的法令 所以已經不再出貨 再加上其他的消費性電子產品 總共我們將要算起來 俄物戰爭對於技嘉的影響 營收大約會有5% 那麼技嘉是國內第二大的主機板 零售市場銷售商 跟他其他同業啊 還有像是誰 像是華碩 像是維新 像是華晴等等 想了解這些 可以看看其他集 那麼我們從2022年的預估EPS來看的話 技嘉本益比大約只有7.1倍 略低於國內其他同業的7.7倍 所以股價上面這樣子修正下來 其實已經反映大部分的利空 現在看起來股價算是相當便宜 我們再來開價2049的上銀 今年第一屆啊 他的財報公布出來 EPS居然高達4.01 是遠遠優於市場預期32%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他的線性滑滾 還有歐美的需求比較強 所以營收規模放大 再加上業外還有匯兌的貢獻 所以讓他的EPS表現非常亮眼 那麼我們從他的法說會來看的話 今年全年的營收 維持雙位數的成長是沒有問題的 再來Q2 針對產品的報價已經調漲5% 目前因為其實原物料的價格 已經慢慢趨穩 所以說目前公司對於第三季以後 暫時沒有要調漲報價的計畫 再來我們看一下訂單能見度的方面 公司這邊滾珠裸桿大約有4個月 那滑軌大約是3到3.5個月 都是在正常水平附近 雖然比歷史稍微低一點點 但還是可以接受的 股價其實已經從高點修正下來超過50% 在最近我們看到他出現一個落底的跡象 建議大家可以觀察看看 他是不是能夠站上月線站穩季線 出現轉場訊號的時候 在進場佈局風險會比較低 聽起來好強啊 不過今天的秘密星球 有沒有我這種小資族可以入手的啊 當然有啊 我們的秘密星球都是講求CP值要比較高的 所以我們都會挑選一些 股價相對比較容易入手 像是Sindy一樣 本金沒有這麼多的投資朋友 都可以參考看看 太好了 那我們趕快去秘密星球挖寶吧 今天的秘密星球這間公司 同時有車用電子跟儲能的題材 接下來每一季的營收 我們估計年增率都會來到40%到50% 特別是在車用電子這個地方 他的成長非常強勁 其中 今年的出貨量會成長5成 股價的形態都是維持在一個多方的趨勢上面 如果能夠順利突破前高 上方幾乎是沒有壓力 所以股價的想像空間還非常大 想要知道秘密星球是什麼嗎 趕快點影片下方的連結 加入集長的like跟telegram 想要問股票相關問題 也可以在群組裡面提問 集長都會馬上回覆你哦 那Play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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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 掰掰 你想賺錢嗎 訂閱理財週刊頻道 18位專家提供最快最多樣的看法 從每天早上10點半到晚上10點 每30分鐘就有一檔最新的影音上架 你還在等什麼 下個4號就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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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次